塌糊涂 据说丑得招人恨 各位朋友大家好 五四青年节是年轻人专属的节日 现在的年轻人生活条件比过去好了 对自己的打扮长相比以前要讲究了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注重颜值 大家肯定没事也会聊 谁的颜值高啊 谁的颜值低啊 还有那个更专业的术语叫吃盐 造句啊造句 鱼签特别吃锅的钢的盐 意思就是说鱼老觉得我太帅了 还不知道鱼老的口味怎么那么重 吃那么些个盐他也不hold得很 其实古时候 大伙也喜欢长得帅的 长得漂亮的 颜值这个事在哪朝哪代 都是硬通货 不过呢 一个人活什么样 也不一定是完全就是颜值说了算 毕竟内涵也很重要嘛 今天呢 咱就讲一位历史上颜值和才华 极不成正比的青年 西进的文学家佐思 有个成语叫洛阳 有个成语叫洛阳纸贵 大伙都听过 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文章写得好 大伙都爱看 广泛流传 导致洛阳城里边印文章的纸都不够了 那跟着涨价 这事说的就是佐思 因为他写了一篇极好的文章 叫三都妇 佐思虽然文采风流 长了去 十分不怎么样 那从小呢 他亲爹看了都烦 老对人说 说后悔生了佐思 怎么看 怎么不像自个儿的儿子 在禁书里边呢 关于佐思的颜值 就给了俩字 帽寝 就是寝室 寝室睡觉 那个寝 大意思就是说 佐思这外貌就跟老天爷睡着了 就胡乱捏出来似的 一塌糊涂 据说呀 丑得招人恨 我回上街 一群大妈跟着跳广场舞呢 本来跳的高高兴兴的 扭头看见佐思 心情立马变糟了 围上去就是一顿骂 还冲得吐唾沫 弄得佐思狼狈不堪 没辙了 一路跑着就逃回了家 咱也不知道 未进时期的大妈 怎么那么不讲理 长得丑啊 就这么挤着人家吗 打那会儿起 佐思的内心 就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不爱上街了 整天宅在家里边 可那会儿呢 没有游戏机 没有光盘 想听相也没有 无聊 怎么办呢 疯狂的看书写文章 也不知道是不是歪打正着 他老这么用功 猛不叮的 突然又一天 写出了一篇三都妇 流传出去之后 文采飞扬 立马就引起了轰动 全城开始疯抢 我估计这里边 应该包括骂他那几个大巴 有那疯狂的粉丝 整天哭着喊着 去佐思家门口堵他 要签名 要合影 可佐思这回长心眼了 死活也不出来 他知道 这帮人要看他的长性 恐怕再好的文章 也就没人稀罕了 这事呢 我只能感叹一句 这个看脸的时代 一直都在